看到短群女子日籍男子拿著手機轉背 一個蹲下頭拍群體風光 當時這日籍男子當場被發現 一省審判還行兩年 如今這個嫌犯不學好又來了 當時嫌犯就像這樣在捷運的手扶箱進行頭拍 而被害人感覺到小腿被觸摸 一回頭對方嫌犯 螢幕還留他的照片立刻逮人 這回受害者換成女老師 他說當天搭手扶電梯突然被碰觸小腿 一轉身就看到這名男子 沒想到對方說只是不小心碰到 但看了手機 裡面除了自己照片疑似 還有其他女生的照片 事後致命嫌犯開庭後也坦承偷拍 校園內展示好歌喉歡呼聲不斷 這名偷拍人曾經就讀北交大 是校園風雲人舞還是樂團貝斯手 父親是日本人 母親是台灣人 今年回到台灣學習中文 但卻是個長腿控屢屢偷拍 2016年2017年分別都因持手機 偷拍女子的群體風光遭到判刑 但考量她犯後態度良好又是學生 石油和當事人和解 以醫科法經緩刑終結 但這侵罰並沒有阻擋她的偷拍行為 這次又顧忌重施 只怕以後再犯機率還是很高 記者是 現在台北採訪不到